咖啡 小哈 诶 喜飞 找 我先看到了 你知道五十块 可以买多少同版美食啊 我知道 50塊就是很重要 不要小貪汤 喂 老婆啊 內褲要洗沒翻過來啊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下次一定會注意 喂 幹嘛啦 親愛的啊 哦 尿 馬桶又沒先蓋著 好 下次再注意 不好意思 知道了 老婆哪裡遠 桃園 桃園 我也是 真的假的 桃園園不好惹 很恐怖 真的 不過說到同班美食 就一定要去桃園 桃園我也很熟 可以哦 走走走 我們有忘了什麼嗎 我不知道 忘了 難得你們兩個有志一同 連50塊也不要了 兩位桃園女婿啊 要帶大家去吃什麼呢 首先 桃園十大必吃早餐之一 阿婆飯糰 個頭比拳頭大 50元有找 市場裡的平民小吃花貴 鹹的甜的都好吃 連台南人都說讚 還有還有 雙線微笑泡芙 老闆娘賣的不只是泡芙 吃了更會讓你得到幸福 同班美食吃不完 接著帶你去吃又油又亮的 香噴噴道地客家粄條 來噴粉腸配著吃 再來一碗也沒問題 想吃肉圓不用去彰化 桃園在地50年老店 把碗裡藏了鞍唇蛋 新奇好吃又好玩 吃完鹹的吃甜的 最後一道同班美食 讓你掏錢不手軟 手工豆花綠綠的才好吃 讓你一秒飛到南洋島國 桃園女婿雙觸擊 帶你同班美食加燙害啦 吃掉了 哭 哭 哈囉 你們好 好久不見 哈囉 很紅很紅很紅 有沒有 還好小紅而已啦 在餐廳就是這樣子 就這麼有人情味啊 好紅啊 好紅喔 對對對 那這個 我們現在到底要吃什麼 我這個桃園女婿 要帶你吃一個很厲害的早餐 一般來講早餐你吃什麼 欸你這個 你通常在記台詞的時候 是不是都看遠方不看人啊 對不對 你看我吧 你看我啦 所以你一般早餐你都吃什麼 唉唷 就是漢堡啊 太 什麼 怎麼樣 大哥你帶我出道的 你不是教我不要備台詞 就順其自然嘛 不是 你是不是在跟我講說漢堡太油了 然後我就蛋餅 蛋餅一個吃不飽嘛 那一龍小龍包呢 那小龍包太貴 那我們到底要吃什麼 就那個啊 我們轉一圈 就到這邊來吃 飯碗嘛 對不對 可以又好吃啊 都給你講完 還在 都給你講完 早餐不能吃太油 要吃飽又要找一個銅板油找 這年頭真的很難找 阿婆的小攤子就位在桃園南門市場附近 賣飯糰超過四十年 還曾經被網路票選為 桃園十大必吃早餐之一呢 阿婆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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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到了 這什麼口味 這什麼口味 白米 它好像只有兩口味 白米跟脂米 就兩個口味 簡簡單單 是 而且裡面還加了一個荷包蛋 重點是50塊還有找 這麼大一個 你看一下 這麼大顆 我吃我都怕太飽了 喔 喔 喔 好吃耶 你一咬下去啊 因為它這個老油條啊 嗯 你說你 你說你 我說你 打了什麼油條 油條 一咬下去 你就會覺得第一個 先入口了 就是烤汁烤汁的那個老油條 那個感覺 它的米呢 是純糯米做的 純糯米做 完全都是糯米 它不會有太多的那個麵 它那個黏性不會太強 嗯 反而呢會有那種QQ的感覺 特別突出 它的肉鬆 我跟你說 百分之百是用 純肉的肉鬆下去做 所以你一咬下去 雖然說 你感覺欸 飯糰 好像大家 哪裡都吃得到 平凡無奇 但是它的用料 又是這麼的重要 很棒很棒 我吃吃看我吃看 重點是它有加一個荷包蛋耶 這是比較少見的喔 我覺得它的飯糰是屬於 越吃越好吃 對 下去 先吃到油條 米粒 然後慢慢的有 蛋 菜脯 一些配料進去之後 味道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吃 每一樣分別呢 把它的那個優點 都會突顯出來 比如說菜脯 它那個脆之外 它的那個香 是很重要的 再來那個鹹菜 那個鹹菜 它滋潤度是夠的 它每一樣各自在發揮 它的那個精華 阿婆的飯糰只分大小和米飯不同 不分口味 小的30 大的35 就算再加一個10塊錢的荷包蛋 一樣50元銅板有找 比哈老大拳頭還大的飯糰 滿滿的餡料多到米飯包不住 這樣高的CP值 還不趕快用新台幣讓它下架 剛剛我們去的時候 老闆說這是最後兩顆 最後兩個紫米 紫米的 試一下 它太過分了喔 老闆娘真的過分喔 紫米的也太大顆了吧 而且價錢一樣 來囉 紫米的是比較辣一點 它的紫米好耶 香味都有在 很不錯 而且它的紫米我覺得 它可以提供更多的Q感 更多的玩味在裡面 因為我們剛剛吃糯米的時候 糯米它就是一樣的Q 但是紫米呢 它有的地方它是比較黏 黏性多一點 有的地方它那個Q感就多一點 所以感覺不一樣 它給你有更多的那種 吃東西還多一點興趣在裡面 滿好玩的 而且光味道啊 它聞起來跟糯米就不一樣 糯米是淡淡的 可是紫米是有甜甜香味的喔 對 有甜甜甜的 吃到那個辣菜脯的味道 比剛剛的菜脯更強烈 除了菜脯的香味之外 然後它現在有辣味 辣了之後更有口腹之欲 我覺得紫米好吃耶 紫米真的好吃 紫米它甜甜當然就是 稍微多一點點 它甜味 它多一點點 一點點進來 然後搭上它那個辣菜脯 其實味道你的那個 真的口水的分泌 感覺會更強烈一點 兩個我都愛耶 兩個我都愛 很棒很棒 重點是這樣 它有分大小 大的三五 小的三十 這就是一個紅板架 真的 佛心 還好是桃園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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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個的飯糰 真的吃到有夠肉 第一餐就這麼飽 接下來還吃得下嗎 連台南人都說的 四星級手工碗粿 還有吃了就幸福的手工泡芙 想吃銅板架的平民美食 廣告回來 跟著桃園女婿們走就對了 好看 好看 好看